北京时间2月7日,NBA常规赛继续进行,提湖队120比107击败火箭队,取得三连胜。 英格拉姆此役轰下33分12助攻的两双数据,其中第三节更是单节独得17分,堪称提湖队取胜的头号功臣。 值得一提的是,此役过后,提湖队的战绩也升至西部第十位,进入了附加赛区域。 而他们能从赛季出的垫底摆烂队,到如今有机会打入季后赛,也必须要感谢英格拉姆。 在本赛季开局阶段,提湖队的战绩为一胜12负,由于西安殷商无法出战,也导致很多人觉得提湖队本赛季将继续摆烂。 可在这样的情况下,英格拉姆却没有放弃,发挥反倒越发神勇,硬生生带着提湖队一步一步填坑成功。 然而在个人表现出色,同时带队成绩也不错的情况下,英格拉姆却依然未能入选本赛季的全明星替补阵容,这属实是一大遗憾。 不过对于英格拉姆来说,目前他最关注的事情就是提湖队能否打入季后赛,而非个人荣誉。 我现在最大的担忧并不是今年没有进全明星,我更加担忧的是能否进入季后赛以及赢球。 我们就是要继续关注自己,每场比赛,每次训练,我们都想进步。 不管是赢是输,我们都要积累经验。 我们从赛季出的目标就是打入季后赛,现在依然如此,我们就是要每天努力。 英格拉姆在赛后接受采访时如此表示。